罗浦部落关怀站老人跳舞动动身子 在桃园复兴乡为了提供长者多元丰富的娱乐活动 与健康温馨的居住环境 除了在前山设置了老人日间关怀站 也将服务范围拓展至后山 在华林村设置了巴林部落老人日间关怀站 提供20至30位的长者送餐 电话问安健康促进等等服务 桃园县原民局也表示 未来也将促成罗马县设置一个据点 建立完善的社区照顾服务体系 在后山地区由于离市区较远 生活机能与医疗缺乏 加上多数的青年为了工作离开部落 长者的照顾成了问题 而有了老人日拖关怀站 对居住在后山的居民来说很方便 以我们的工作的话就是能够帮忙协助他们 就是要看病或者送个吃的送便当的话 对他们来也是会比较好 独居老人在的话关怀他们 对他们来讲 有时候陪陪他们聊天 他们比较高兴 巴林部落老人日间关怀站 服务时间为每周一三五 上午八点至下午四点 提供巴林卡拉新兴光华部落 五十五岁以上长者 或五十岁以上轻度失能居民相关服务 让长者们不仅活到老学到老 也能备受照顾 接着怎么乱赛逃云复兴采访不到